雅各死后是三年 埃及发生了重大变化 这可能为以色列人随后的女 亦奠定了基础 根据圣经年表 雅各和他的家人在去世前 在埃及生活了17年 如果我们遵循出埃及及12章 40章中规定的430年时间表 那么距离出埃及还有4.3年 歌曲是后月13年内 一个新的法老上台时 不认识约瑟 出埃及及一八章 将以色列人从手冲的客人 变成了努力的臣民 这一转变标志着 创世纪第15章和第13章 中向亚伯拉罕语言的 400年苦难时期的开始 表明亚伯拉罕的后裔 将面临更加厌峻的处境 这段时期很可能包括 新埃及网超的压迫士气 反映了旨在消除前 在威胁并政府 以色列人的精心策划的行动 有效地消除了他们在 约瑟统治下的特权地位 并实现了圣经关于女医 和苦难的语言 创世纪5时尤瑟夫妇在他父亲的脸上哭泣 并遇他亲罪 尤瑟夫命令他的仆人医生 为他的父亲进行方妇处理 因此 医生们对以沙拉而进行了方妇处理 对他来说 四世天已经结束了 因为方夫的日子也已经结束了 弥子林认为他哭泣了七十天 当为他哭泣的日子过去后 有素妇对法拉的家人说 如果我现在在你们眼前蒙恩 请在法拉的面前说 我父亲让我起始 说 看 我快要死了 请将我买在我在该南地位自己挖的坟墓里 现在 请让我上去埋葬我的父亲 然后再回来 尤瑟夫上去埋葬了他的父亲 与他一通上去的 环有法拉的宗仆人 家中的长老 弥特林地的长老 尤瑟夫的全家 他的兄弟和他父家 他们只把他们的孩子 羊群和牛群 留在戈山地 与他一通上去的 游战车骂兵 人数深多 他们来到了亚大的大鼓掌 那是在庭院的另一边 他们在那里爱好 爱好声很大 非常沉重 他为他的父亲守丧其日 当地的居民及男人看到 阿他的河场上的爱道士 他们说 这是埃及人的悲痛 这就是为什么他的名字 被称为亚伯密茨林 他位于听员之外 他的儿子们 就照他所吩咐地行了 把他带到该南地 葬在蛮里千迈 必拉天的洞里 这块天 是亚伯拉罕用集体人 艾弗伦的天地买来的 在埋葬了他的父亲后 有瑟夫和他的兄弟们 以及所有和他一起 去埋葬他父亲的人 回到了弥子林 当幼瑟夫的兄弟们 看到他们的父亲死了失 他们说 如果幼瑟夫恨我们 把我们对他所做的一切恶事 还给我们怎么办 他们拍人去见幼瑟夫 说 在你父亲去世之前 他吩咐说 你要这样对幼瑟夫说 我恳求你宽恕你兄弟的 国犯和罪恶 因为他们做了坏事 现在 秦宽署呢 父亲争助的仆人们的罪过 当他们跟幼瑟夫说话时 他哭了 他的哥哥们也去父父 在他面前说 看哪 我们是你的仆人 有瑟夫对他们说 不要害怕 我能代替阿拉玛 而呢 你的意图是对我作恶 但阿拉西木的意图是好的 为了像今天这样 让很多人活下去 现在 别害怕 我会养活你和你的孩子 于是他安慰他们 对他们说亲切的话 有瑟夫和他父亲的家人 住在密茨林 有瑟夫活了110岁 有瑟夫见到了 阿弗莱姆的第三代孩子 美纳西的儿子 玛吉尔的孩子们 也是在有瑟夫的膝下长大的 有瑟夫对他的兄弟们说 我快要死了 但珍珠一定会眷顾你们 带你们离开这片土地 到他向亚伯拉罕 以沙克和雅各不齐使应许之地 有瑟夫让伊沙拉尔的子孙 其实说 珍珠一定回来看望你们 你们也要把我的骸骨 从这里带上来 有瑟夫去世了 想念110岁 他们对他进行了防腹处理 然后将他放入 米茨林的棺材力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